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建会的暴力对决 关长方全副孔苗服战队 对面是默契少年穷 咱们所说的第一三宫 关长方大唐神灵的女儿国标开了一把鸟 对面是林波斯托利普托 化身加地府的组合 鸟阵打鸟阵,没有阵法克制 说是第一三宫 其实可能跟白陀山少主 还有熊狄他们 真正打PK打起来 那谁赢谁输那就不一定了 大家都是一个层面 还有就润土他们 现在顶尖三宫好多的 有的这种号的投资 他不比一个顶尖复战 复战号差 有利普托的话 手会比较长 而且延续性会比较的好 对保护的压制也会更强一些吧 特甲树再扔一扔 主要是看对面走的是哪个路线 直接就开始打面伤了 点防御 卡要 放下屠刀认一认 利普托开始起飞 带的是变身套 利普托带变身套的话 也会有一个不错的伤害加成的 两个高速宝宝都是点了防御的 他们一般打三宫的话 因为剑会是可以提前知道阵容的 一般打三宫都会提前去 哎 你看这打宝宝好疼的啊 一般都会提前给自己准备两个高速宝宝 切进场上点防御 就是为了多挡那么几下伤害 效果其实还不错 再加上三宫队带壁垒的比较少 点防御的话 只有赚不吃亏的 提火宝的凌波城 但这也不会观察狂控的 是对面的 利普托 两千切 卡上一个子星 那下个回合还得卡个五龙丹吧 找个孩子 哎 但这么单纯的打面伤 学府 他不在乎的呀 你怎么着点一点呀 对吧 怎么着点一点啊 就这么愣打面伤 哎 对面直接开无间了 不想说 在人 官长方这一波要不要点呀 直接开了个无间地域啊 小爽 官长方这一波开始点对面的石头 魔镜 加给利普托 两颗五行猪 伤害会更高 给了一把破碎 两千九的破碎 石头应该还是有蓝呢 建议联星 看看石头两千九 应该有蓝啊 应该有蓝 也不办 又清飞了一个宝宝 哎呦 师傅没蓝了 没飞起来 两千九就把蓝给干空了 少飞了一下 管家房全带了破碎 啊 他居然带了破碎 因为豪门打BK 他不带破碎啊 他一般都是破血嘛 当然破碎装备 大多数提供下 他们都有啊 但是不带 因为以前 反观家房全干场了 因为以前他们带破碎啊 老早之前打PK的时候 大家知道 这破碎也属于物理系的 必带特技啊 是后边随着一个时代的发展 大家开始用一些穿测了 误报了 导致的物理系 没有那么多的一个位置 去带破碎的特技 大家要 物理系要带一些蓝字嘛 又是一把破碎 所以会 所以特技方面的要求比较高吧 对面来了一把破血狂攻 还是给打死 破血狂攻也会有一个 50%的伤害加成 更高的 这样对面也终于是完成了一个点 咱前边就说过 如果对面单纯的打面伤 其实曲护这边压力不大的 你在打面伤的同时 也会给观察方送来源源不断的愤怒的 观察方精心放一放 对吧 指着粒粒 宝宝卡点药 单纯打面伤 无所谓 他能接受 对面一定要打面伤的同时 结合着点杀 这样才能真正的打出效果 而观察方现在就盯着对面的石头领欺负 估计是朋友没有 正常情况下破血的游戏你肯定是优于破碎了 但他们肯定会有一些就是一千里 遗留下来的破碎装备啊 关键是可以用一用 还是可以的 嗯 再加上最近好像 我记得出了一条误报破碎 还是 穿刺破碎来着 嗯 有这么一件装备 笑里藏到 无魂扔过来 延长 解开普多扇 这也算是被取斧抓住了对面的一个不弱环节吧 啊 就跟他们说 我就是盯着你的化身色不断的欺负就可以了 盯着你的石头领啊 不断的欺负就可以了 嗯 因为你三国队你化身色又不叠人心 你石头站起来永远他是个残血 我就抓住这么一个短板 我一直欺负石头 除非对面开始叠人心 你这样石头才有希望把伤心恢复过来 水清保了一下 你看如果观察方能盯住对面的石头啊 然后女儿村再控制一个 那基本上我只需要承担一个输出的威力 那对于取核来说就没有太大的压力了 拉起大糖 这波上剧剑再点一点呗 哎呀 还是扫着血量上来了 还是可以扫的啊 但是这一波建议连心敲过来 你就不一定能扫出来了 贴宝货 哎呦 贴了一堆血 这扫不出来了这个血量 这个血量扫不出来了啊 龙龟一万一直接给敲蒙了 秦三点 华晨司也差一丢丢了 差点没把华晨司敲死了 秦始仙界 四语神香再控林波城 这回风中了 但是那句话我点死一个 我再控你一个 效果立马就出来了 一把金刚拉少 整体的封印命中率 还是蛮不错的 这波对面再点 冠战方的大同关服 又 哎 进庆了 进庆了 混云散 建议连心 六千三 我这力不多 明显比别的物理系高一个档次啊 对吧 这输出修里面也都看见了 明显比别人高一个档次 他手又长 输出又高 但是问题也有他的不弱环节啊 就他头上的五星猪 他得一直吃药 吃三级药 自己的宝宝去吃这个三级药 才能获得五星猪啊 所以说他可以打一些 短程比赛啊 比如说一个比赛啊 打个十几二十回合啊 这种的啊 就最适合力不多了 再往后打 可能他就不太行了 因为再往后打 你要吃的没了 你还打什么呀 你这个节奏就出不来了 继续卡要 对吧 所以他只能打一个短途比赛 而短途比赛 又恰恰是这种三公队比较适合的 咱们就说这力不多 太适合三公队了 七千六 因为三公队啊 咱不敢绝对的说 但大多数比赛他都尝不了 90%的比赛吧 他基本都是十几二十回合吧 二十回合之内都能解决 所以说这个力不多 就比较适合这个三公队啊 效果确实不错 四月神香在空地补驳 对面两个输出线呢 都可以拉起来 不过施托领他现在 没变身 还得先变身呢 凌波城呢 手又短 施托领呢 打一回合还得休息一个回合 鬼眼 打上 石头先变身 冠战黄女孩村就一直在控制 一直在控制 确实搞到对面三个输出啊 有一下没一下的 连贯不起来 石头呢 跟凌波现在还是有风险的啊 因为他 恢复跟不上呢 霸神斯现在也是啊 还是没有人性啊 你说这怎么搞恢复 搞不了恢复啊 又来了 就盯着石头 无限的起伏 这石头都快哭了 能不能让他飞几个啊 飞几下 继续抖着 解开利普脱 再来一个五行猪 上巨剑 两颗五行猪 去杀对面的利普脱 石头站起来 哎呦呜 石头163了 炸石了啊 又飞出来这么一下啊 但是避免不了要死亡的命运 163 直接一万多把宝宝直接给你敲碎了 这玩意儿手长 利普脱确实猛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凌波城啊 一个私血的凌波城 观察方但凡有一个输出能出手 他也差不多要没 把范围下终于是解掉了 要不要接着点啊 有继续点杀的一个能力啊 舍身去给低火 163 接着换宝宝 魔镜 速度没配上 哎 利普脱这宝宝怎么打过来了呀 而且对面是把魔镜给了凌波城 没给利普脱 四月身香 那利普脱干啥了 利普脱用的剑衣连星 但是这宝宝自动啊 没卡上这个药吧 没卡上这个药 他就飞不出来呀 小死亡 魔镜还是给凌波 反正方果然还是要针对这个凌波城 所以三宫队啊 我感觉也得点人心啊 这不点人心 被点的不要不要的 哎呦 那一棍子 差点没把地府又给敲回去啊 一个群秒 163 避得随便跟一跟 直接又把凌波城给送走了 你利普脱再厉害 你一个叔叔能掀出多大的浪花来 对吧 师傅又可以飞一下 对面选择小嫂来点一点 观察方女儿村 但这个时候观察方立纸了 选择了一把立纸 这女儿村把对面骚扰的 有点太厉害了 又是一把破碎 2900利普脱没来了 起飞不了 师傅不会上连环吧 哎呦 果然是啊 被观察方一把指给挡回去了 再将成一把破碎 立普脱也给不上助力 那这个点女儿村 基本是以失败告终了 哎 给了一把破血 163 你别说还有机会 砸 砸了个92 不太行啊 亲爱的 不是砸了92 而是又触发了163了 他头上的这朵云还在啊 是又一次触发了163了 双砸钱砸掉 但没有小手 活一口血 三层的人心了 哎 有人心 你还能打一打 早就该跌人心了 很少千军 双青史 再拿对面的 立普脱 如果这个立普脱 一倒 这比赛基本胜负一分 建议 连心又敲出来一次 但有人说 一曲腐这小嫂的 命中率是真可怕 大家有没有感觉 是真可怕 基本是弹无虚发呀 在那里面的 我们这边有出来的 你不能打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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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功力挺好啊 功力挺好啊 功力挺好功力挺好 这样是个反力厅啊 但凡有六个轮子对面直接就被团灭了啊 功力挺好 小死亡 再点一个石头啊 嗯 这场比赛一直是取福兵成长啊 就是点一个输出 控一个输出啊 就留你一个输出 一直承担是对面单输出的一个压力 再加上大藏的破碎 不断的牵着啊 一个女儿控制一下 大藏破碎一下 小藏再点一下啊 导致了对面空有一神武艺 它是发挥不出来啊 对面整体的输出是非常高的 很多次都已经把观众方压在了崩盘的边缘啊 五个人的血量都压得极底 但是就是由于对面就差那最后一哆嗦 他打不出来啊 他一直搞你的输出 搞得你 就差最后一点输出 你补不上啊 你就缺那么一点 就是补不上 最终呢 还是被取福拿下了这场比赛啊 天空一击再守一守 有 Open 小活 次 investigación 和 治不了问题啊 治不了根本问题 现在没有化成死 又确实 Sequoia 又有一個殘血的地步 謝謝大家收看沒有點關注的幫忙點關注沒有點贊的幫忙點贊 結束 拜拜